学生嫖娼被开除起诉,复旦二审被驳回,没有规则可以造就方圆,任何人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,按规矩办事,绝不触碰红线,否则他一时糊涂就会后悔犯了大错,尤其是大学生,必须遵守校规,然而,总有一些大学生可以忍不住孤独,犯一些错误,结果是痛苦的,不可挽回的。 复旦大学的三名研究生博士生一名,硕士生两名估计很多人都知道,复旦大学因为嫖娼被开除的是说实话,作为一个高知识分子,估计很多人都能挨当我不相信,尤其是其中一个研究生,学习成绩很好,他曾两次获得美国模特大赛冠军,在校期间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,但他的行为违反了复旦大学的校规,只能被开除。 但三名复旦大学学生因校外嫖娼被开除学籍后,有人不满,于是起诉复旦大学,要求撤销学校做出的处分决定。 然而,在第一次审判后,学生S的要求被拒绝了,因为复旦大学这样做是完全符合规定的。 复旦大学学生处分条例,明确规定,嫖娼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 但一审结果出来后,该学生仍不死心,继续上诉结果,大学生被开除,并被起诉复旦的二审被驳回,仍维持原判至此。 事件彻底尘埃落定,复旦大学没有错,把大学生开除出校园,造成这样的后果与学校无关。 但很遗憾,大家应该都知道,无论是本科招生还是研究生招生,复旦大学都是国内的名牌大学竞争,非常激烈。 能进入复旦大学深造的学生,学习能力都很强,一旦从复旦大学毕业,前景绝对一片光明不幸的是,这三个研究生辜负了他们的父母期望。 所以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自律,不仅要好好学习,还要从三个角度去观察真相,堂不要一时糊涂,因小失大,让自己后悔莫及。 复旦大学三名研究生朴昌被开除,给大学生敲响了警钟,不管他们的学习成绩有多好,只要违反了学校的纪律,就会受到惩罚,大学生毕竟是成年人,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所以,大学生除了好好学习,还要注重道德修养,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,千万不要心存侥幸,无视学校的规章制度而犯错,尤其是一些学校明令禁止的行为。